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丁超 这是整理啦 指数在整理 所以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先看一下 从这边看一下 就是整理 横向的 横向整理 我們看這裡 橫向整理 原地踏步 這不是橫向整理 是要漲還要跌 你現在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看得出來嗎 你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看得出來要漲要跌嗎 如果你沒有股票 你說會跌 或者是放空的時候會跌 對不對 有股票的時候會漲 我就知道了 不過你要說什麼 要漲要跌 要漲要跌不是用猜的 不是希望 希望要漲要跌 不是 這根本看不出來要漲要跌 所以你少來 你跟我講這個要漲 你沒有證據要漲 你這個要跌 沒有證據要跌 這個不知道怎麼辦 整理 那他就在等 等這個 等指標調整 對不對 這個調整好了 這個先調整一次 對不對 我不是說壓到50%以下嗎 他們這邊先整理 回測月線 對不對 那我不是講過這一組 整理最完整嗎 整理的幅度也比較大 因為只有30檔 那KD值也掉到23% 所以他強度比較高 在反彈的時候強度就很高 那這條是月線 那這條是月線 那我們就不乾不脆 我們走勢比較好的就是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跟著費城半導體整理 所以他技術面是比較完整的 那其他股票就亂七八糟 強勢股有時候會跌停 因為指標過熱他就會跌停 沒有為什麼 你不要再講基本面 他基本面好得很 好得很 今天很多股票也是這樣 很多股票也都調整了 因為你瞬間要調整 表示主力在做的 因為在整理 那整理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 出現很多的一些標股 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小型股 主力股 或者是價格比較低的 這難免 那跟大盤就沒有關係 跟美國股市就完全沒有關係 對不對 那我為什麼一直要講台積電 因為你要看他怎麼走 就知道大盤怎麼走 你要看他怎麼走 他已經從這邊585塊到這裡這麼久的時間 也都沒有突破了 所以都沒有突破這個高點 這個也沒有離很遠 但是他就是不來 他也跌不破 那表示這個在整理 那你怎麼做 很多人就說 以後一定會大漲 當然你套牢的人當然是會大漲 一定有選舉行情 你套牢當然說有選舉行情 套牢的人都是這樣講 不是嗎 以後會不會漲 對不對 要看美國 看美國會不會漲 我都是看美國了 看美國會不會漲 美國如果會漲 我們保證漲 你要看這一組會不會漲 那現在整理到這裡來了 已經距離前高很近了 對不對 非常近啊 這個其實隨便就可以過這個高點 很近了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內容 美國現在股票市場 科技股當然就是蘋果電腦 蘋果電腦已經 跑到已經快接近前高了 快到200塊了 蠻強勢的 所以NAS指數就會很強 另外特斯拉也反彈 所以NAS指數就會反彈 SP5指數也反彈 因為它這邊掛牌 在SP500指數也掛牌 在NAS指數也掛牌 那上個禮拜 費城半導體為什麼會這麼強 就是因為AMD非常強 超為這檔股票 發表了新的晶片MI300 那超為這檔股票已經 又要逼近今年的高點 已經到131塊了 跑得非常快 前一波高點是132塊 那這檔是標準的AI相關供應鏈 標準的AI股 我講過美國你就看超為跟會打就好了 那你說亞馬遜微軟它是 這次跟這兩檔晶片股是相關的 最重要還是會打跟超為 你說美超為 那個都是小咖的 美超為什麼 當然大咖的像亞馬遜 但是他們是CSP的 它不是做晶片的 做CSP的 那CSP廠中這個Meta或者是Microsoft 它不是最上游的晶片 最上游的晶片就是這兩檔 還有另外一些IP股 IP股你知道嗎 像新式國際 像易華電腦 你會知道這些人去誣賞 新式國際跟易華電腦 他們是IP股 所以台灣的IP股會不會漲 要看這兩檔 那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以美國整體型態來講 是真的是不錯 越來越強 那只是說指標 比較熱的時候它必須要做一個調整 你看它調整多好 從95調整到23% 這個是正常的調整 漲多的調整 你看這個圖就好 這個叫不太正常 這個叫正常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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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對不對 壓下來 這一波下來不是就是 輝達也下來嗎 輝達那時候505塊 那不是跑到了450嗎 它現在在反彈 這個是等一下有空再講 這種過程是不是一定要經過 你不可能說漲起來以後 然後就一直漲一直漲 都沒有這種 沒有以盤代流或是沒有回撤 不可能嘛 我們買在1825嘛 那我不可能說 跌起來以後我就看壞 然後漲起來我就看好 不是嘛 這過程當中 我都怎麼做 我都跟你講 我說我不會在乎這個跌 跌三個跌停板 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成本夠低嘛 那你說老師這個到底要漲到哪裡 我不知道啊 我已經跟你講我不知道 你要打電話問世欣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呢 任何一個分析師都不知道 不亦設價錢的啦 我只是告訴你 我知道的東西我告訴你說 今年會賺45塊EPS 今年啦 明年65啦 後年80到85啦 老實說 可是這邊沒有寫 這邊寫的時候 價格就已經四五千塊了 你怎麼可能會看得到呢 你看不到的啦 這叫預估啦 預估啦 預估啦 四五千塊 我是講一下 我沒有說它一定會到四五千 我是說 等你看到它的答案 獲利的答案 股票已經不曉得跑去哪裡了啦 所以看這種東西太簡單了 你不能看過去嘛 你看這個25塊幹嘛 那你要看這個 你要看這檔啊 你看這檔也買得下去嗎 12塊啊 負的呢 負六呢 你看過去那怎麼做股票 人家股票是反映未來的嘛 這漲是漲未來會賺錢 這一個是漲未來的 你不能看這裡啊 你不能看這裡做股票啊 你看這裡做股票怎麼做 完全不能買啊 可是真的會做這個 會做股票的人 他沒有在看那個東西的啊 沒有在看過去的東西啊 過去的答案都不重要 過去有什麼用啊 過去的EPS 你看那個東西幹什麼 過去沒有參考性啊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 四星今年賺45 老實說45沒有看到45啊 等你看到的時候 不曉得盤進哪裡了 我前早跟你講 不是今天就跟你講 在第一季第二季 我就跟你講四星會賺45到50塊喔 這裡我就講喔 不是這個時候看到30 我才跟你講45 是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你講 這叫預測未來啦 45塊啊 算是低標啦 怎麼可能啊 當然不可能啊 因為 當初我在講四星的時候 500塊你就認為不會長 不是嗎 你就認為不可能到1000啊 我說500塊會到1000 你就不相信會到1000了啦 1000塊我說會到2000 你也不可能 你也說不可能嘛 2000塊到3000 你說不可能嘛 都不可能 完全都不可能 為什麼 預設立場嘛 因為看答案嘛 看答案做股票 看25塊嘛 看去年 110年就是前年的 這是去年的 前年才賺13塊而已 四星前年才賺13而已 去年還翻倍賺25塊 今年再翻一倍 那為什麼要先講四星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可以賺這麼多錢 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懂技術面 也懂基本面 而我們用技術面再操作 對不對 所以我在TG裡面 上個禮拜講 我還特地講了我們 會員 我們會員所操作的 這些股票 當然會員操作股票 不是所有會員 我們三組會員 不是所有會員都操作股票 都一樣 我們都已經講過了 沒有賣 這1825買了 1825買的 這個已經做前面做好幾趟了 那這一波最近也是1825買的 賣了一半都已經是 對不對 都少賺了 後面這邊都少賺了 現在賺了 到今天為止是92% 快翻倍了 明天跌停板也不會賣 三個跌停板也不會賣 五個跌停板我再來考慮要不要賣 我跟會員說 明天如果跌停板不賣 三個跌停板也不賣 五個跌停板再來考慮要不要賣 跌停板都不賣 漲停板怎麼要賣 更不要賣 明天漲停板也不賣 不賣 三個漲停板也不賣 都不賣 我們差錯就這樣玩 賺錢的股票我哪裡要賣 只有賠錢的股票我們才在賣 賠錢的股票要賣 賠錢股票當然要賣 賠錢的股票當然要賣 觀念不一樣對不對 我當然知道 你觀念跟我不一樣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寵 第三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萬通國際頭部 誠信至上以客為尊 專業團隊穩操勝券 創造財富成就精彩人生 環隊三大保證 第一絕對正派經營用專業服務客户 第二絕不誇大技巧華仲取寵 第三所有股票待進一定待出 茫茫古海您需要一盞明燈 萬通國際是您唯一選擇 立即拨打咨詢專線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節目下 讓我們看一下創意 我在這個也講過 創意我在這邊也要講 上個禮拜跟今天我都有講到創意 我們會員是這邊都有先 我們這邊都有先 這邊都沒有套勞 我們是在這邊買 1365 這邊反而是做短線有先賣掉 這波這錢比較前面 這邊1365買 買100張 假設 這邊1725賣50張 賣一半 回測1445 再買回50張 那變成還是100張 那現在上來 上禮拜五漲停板 今天跌 沒有賣不賣 我不能說今天跌下 我就跟你講我漲停板賣了 我們不會這樣 我們不會這樣 看節目看這麼久了 我們不會這樣講 我們不會這樣玩 那是什麼時候賣 再說 再說 反正賺錢了 賺這麼多 這兩次 是啊 我們參加會員以後 你什麼時候帶我們買 不太會買 你參加我的會員 你就知道 我不會天天叫你買的 我也不會隨時叫你買 不會啦 很久才會叫你買一次 機會來的時候我才會通知 不然你就一直等 就一直等 你像這個四星 我不會買啦 我不會買啦 我不買啦 新會員你要叫我 帶你去買四星我不要 為什麼一定要做四星呢 不一定嘛 哪知道創意呢 創意當初就一直叫你買 你沒有買就沒有買啦 接下來就準備 逢高了要來減碼啦 還要買什麼 所以四星我們還 目前來講回補回來 我們是不是還沒有減碼 還沒有賣一半 之前賣一半又買回來嘛 現在就是準備要賣創意啦 創意如果再漲起來 我會通知賣股票啦 先跟你說啦 策略就是價差操作啦 那會不會再買創意 你不會啦 幹嘛這個地方買 要買的話等過新高 我們再來看看要不要再買 可是創新高再買 對啊都是創新高再買 不然什麼時候買 但你如果不能做股票 技術變成這樣算 你是在 不要跟他講這個啦 我都記事面的啦 所以我們做股票為什麼 賺錢不太要賣 因為賺錢你幹嘛賣 就是賠錢才要賣 為什麼老是賠錢怎麼賣 賠錢要挺損啊 賠錢要賣當然要賣啊 不然你要越賠越多 不然你賠錢 你套牢以後你哪有錢去買別的 觀念啦 鷹派的觀念就是這樣子 你看我們操作多好 賺那麼多錢 這都是事實 我一再講耶 你看看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講 他在整理我幹嘛講 我這邊賺了幾趟啦 你怎麼好講的啊 他會不會長要看他面子呢 看這兩支呢 最終要擺第三支看這兩支呢 這三支如果沒大支 資源加大支喔 蓋起來也是還要回啊 你看看 他不敢蓋起來 沒什麼蓋起來 蓋起來不是還要回頭 常常也是這樣 你看這檔股票今天不是就跌很多 這檔股票不是衝過去 不是又回下來 比蓋股票衝過去不是又回下來 很多啦 你看他衝過去不是又回 他衝過去不是又回 跟你說一定要看四星創意 輝達跟超微 一定要看這幾支 創意不用看 我當然就是最後要講到廣達跟偉創啊 我們就擺在後面跟你說嘛 這支呢 這支也一樣啊 這支這支在講嘛 可以買啊 這支以前的投資不是就在賣 我說沒關係嘛 隨便去賣嘛 我們這支賺多少錢 610塊買的 我比較少提映位嘛對不對 CPU改靈做探生卡 AI相關供應鏈喔 這檔是AI相關供應鏈 那你賺多少錢 百分之四十啊 百分之四十啊 這邊過程當中不是也回下來嗎 我們會害怕嗎 不會嗎 因為我們成本低幹嘛害怕 你只要買成本夠低 你不用怕它洗啊 而且賺錢你絕對不要隨便被它洗掉 賺錢的股票 賺錢的股票 不要隨便賣 賺錢的股票趕快賣 這支也是賺 這個也是賺了四成啊 四十八十塊 這也沒什麼用啊 所以今天都在說嘛 答發嘛 你如果買在第一檔 你怕它洗嘛 你怕它洗來洗去嘛 根本不在乎啊 隨便一個不小心它就變六百塊啦 因為你有那個條件 保留股票嘛 因為賺錢怕什麼 賠錢才要害怕 不要套勞啦 套勞你就沒有錢買白股票 對不對 還有這支啊 813買的 這支就比較在說 iP股標準啊 它也不太會漲停啊 要看它二一一的 這支股票我們 Diet 將近百分的四十應該有 813塊買的啦 你看我上禮拜五 我說不是跟各位講這五檔股票 今天這五檔股票 要繼續跟你講一次 那今天事情又創新高 創意大會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銀威又漲 然後答發也反彈 然後這個M31今天漲停班 老實說我們這個國平要怎麼 這樣不可以再買 怎麼也不可以買 當然不可以買 你不敢 我給你買這個國平你怎麼敢買 你不敢啦 我如果通知你買你也不敢買 我不會給你 你絕對不敢買的啦 但是當初在第一檔的時候 我通知你買你也是不敢買啦 第一檔的時候我叫你買 你也是不敢買 就好像現在我叫你說 我們來買廣達 你一定跟我講你不敢買 我在這邊通知會員買 世新的時候 很多會員也在質疑 到底要不要買 一樣 你看在這個位置叫你買股票的時候對不對 你會害怕 因為它沒有漲 你現在問我要不要買 問我要不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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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你問我要不要賣 這邊問我要不要買 好那再回頭過來 我如果現在通知你要買廣達 來做價差操作 做一個大波段的開始 就如同之前這檔股票在跌的時候 很多人也要一直賣 我也在鼓勵你 說這種股票是AI相關公司 一定會反彈 反彈起來你就要減碼啦 不然你還期待什麼 都已經漲了三成了 連這個星星都漲 這種股票我們都做過來 我們價差做過好幾次 我們460幾賣的 我記得 這個也賣掉啦 我們做價差做好幾次 你以為是這樣 我們不是賣掉不是不看好 是我們股票也不能越來越多 總要賣一些股票 總要減碼一些股票 這個股票也是一樣 當初衝上來賺了兩成 我不是說賣一半嗎 連那個華新科就叫你賣一半 賣一半剩下一半 那120的成本在怕什麼 水災一下 跌天板也沒關係啊 我就看過了 你已經賺一手了在怕什麼 所以你現在 對不對 大家都是老朋友 你跟著我 我現在重點不是剛才那些股票啦 我的重點是這一檔 你不敢的 你不敢買 你一定不敢買廣達 你也絕對不喜歡偽創 你也非常討厭技嘉 我都知道 但是你手上有 你套牢 別人都不會講 別的分析師也都叫你賣啦 你參加他會員 他也叫你換股操作 賣掉技嘉賣廣達 趕快去買世心啦 買創意啦 一定也是這樣講 但是你找我 我的做法 操作方法跟別人不一樣 我是漲多的股票 必要時我就叫你減碼了 可是這種股票在整理 已經越來越完整了 我是會叫你保留 然後呢 甚至一旦有機會 我就會通知你買回 買進 那什麼時候買呢 什麼時候買呢 什麼時候買呢 當外通低啦 我會跟你講的 我會講 會員優先啦 會員優先啦 這邊不會先跟你講啦 該買的時候就會通知你買啦 反彈 買了以後反彈 還是要再先賣 再回特再買 做價差操作 你了解我意思嗎 交流還有Telegram Ego 3008 我這邊都有寫啦 所以說這些股票 尤其這些股票 你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 會有機會反彈的 你了解我意思嗎 這個 尤其是這個廣達 還沒蓋啊 開高做低 要在這裡反彈一下 他又得 那外創 還沒看你蓋過 你一定很失望的 我知道啊 但是我看他的蓋啊 我看他大蓋啊 老實說明天才大蓋 我沒有這樣說 我只是說 未來會漲上來 漲上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賣 要怎麼買 你問什麼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加入我的會員 現在你有這三人股票的會員 的投資票 你參加六個月 我們只要送你一個月 今天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盛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這次 網路 小手 選擇 原請 感谢观看